捷克眾議院議長艾達莫娃率團訪臺 今天是前往立法院來發表演說 也成為臺灣史上第一位獲頒了國會一等榮譽 獎章的非邦交國女議長 艾達莫娃表示 捷克和臺灣的故事交距在一起 而發展民主自由是彼此的責任 還引用了一九六八年 捷克布拉格之春運動的名言指出 我們將繼續和你們同在 在任何情況之下 與你們同舟共機 簽名留下紀念 收下製贈花束 捷克眾議院議長艾達莫娃以一身大紅妝 氣質出眾 二十八號率團到立法院 貨頒國會一等榮譽獎章 成為臺灣史上第一位貨頒獎章的非邦交 國家女議長 艾達莫娃也以 我們與你們同在 請你們也和我們同在 發表演講 用中文問好 展現親和力 艾達莫娃表示 這是捷克眾議院議長 歷史首次訪問臺灣 收到的接待遠遠超過期望 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之一的是 拜訪宜蘭傳譯中心 針對俄物戰爭延燒 捷克跟烏克蘭相距不到四百公里 跟臺北到高雄距離相同 艾達莫娃強調捷克除了與烏克蘭站在一起 也向臺灣保證 無論任何情況都會與臺灣同舟共濟 艾達莫娃強調 捷克跟臺灣的故事交織在一起 發展民主自由是彼此的責任 這次訪問團由不同政治光譜組成 成員包含政府部門 學校單位 反對黨 落實對臺灣的堅定支持 劉希坤表示 艾達莫娃這回訪臺 象徵臺階兩國邦誼深化開花結果 記者黃子傑 陳信龍 張國亮 台北報導